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 嗯...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今天礼拜一 非常重要的健康养生的主题 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北市民生城安诊所的副院长 王建宇医师 王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四位好 嗯...好 那王医师呢 今天带来了最新的作品 这本作品非常适合在2020年 在疫情蔓延全世界的时候 我们要检视自己 有没有自律神经失调 这本书叫做 我医生说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自律神经 我们好像常常听到这四个字 对 可是它到底指的是哪里呢 医生 它自律神经 我们想说 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边 可以呼吸 可以心跳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身体 有个很特别的一个 这个功能 叫做自律神经去调整你 嗯... 我们常说其实一个人啊 不会忘了呼吸 不会忘了心跳 肚子饿了会告诉你 该吃东西 其实这些基本上我们从 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 甚至你晚上睡眠睡得好不好 都跟自律神经有关 嗯... 它是一个系统 它是个系统 它这个系统主要包括 交感神经系统跟 副交感神经系统 嗯... 它是属于中枢神经里面的 我们常说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脑袋从下面 从大脑下面有小脑 然后再过来有脊髓 嗯... 它从脊髓上面会分出 某些区块是属于 交感神经的 嗯... 会有交感神经虫 某些区块是属于 副交感神经虫 嗯... 那这两个就管我们身上说的 呼吸 心跳 血压 脉搏 这些所有的东西 呃... 跟这个都有关系 嗯... 甚至我们常讲说 每个人的情感情欲 丰不丰富 丰不丰沛 也跟这些自律神经有关 所以自律神经 这个系统感觉 主宰了我们人生 幸不幸福 的一个重点 好... 那刚刚这个王医师有讲到 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对... 那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如果说比较 白话文的讲的话 是不是说会 我们在需要紧张的时候 这个算是交感还是副交感 算交感 其实我们人类 这个生物演化了两百万年 其实不要说人类啦 任何生物在演化当中 你要对环境 你都有可能遭遇到很多的灾难 甚至你有可能被捕食 所以你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敏锐度 紧张度 才可以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那是让你能够活着 能够逃难的 能够害怕的 它基本上就处于交感神经 就是我们以前听到说 危险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举起一头大象 或是一个冰箱 没错 可以跳过 你无法跳过的那个河 只因为你要保命 哦... 这是交感 交感神经 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可能会 瞳孔放大啦 开汗啦 智气管 扩张啊 等等 哦... 副交感就是要收了 煞车是不是 没错 所以看其实四位讲得很好 交感神经让你有能量 往前冲 嗯... 副交感神经要让你慢慢 slow down 让你刹车 因为说实在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都一直在冲的话 你可能没有休息 你终究你的身体会很快 受到损伤 受到磨损 所以我们车子什么时候 一天要开几个小时 几万公里要进场保养 其实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要 日出而坐 日落而洗 就是告诉你 你一定要让你的身体 在这方面取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平衡 嗯... 所以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要平衡 对... 自律神经系统才会平衡 对... 那如果说 自律神经失衡 就代表说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是 不平衡的 不平衡 那这不平衡的情况 其实很有趣 其实现代人 有时候你去做一些 叫做员工啊 会做一些劳工健康检查 对 他有时候帮你做这种 所谓的 你到底平不平衡 就是你到底是交感神经 兴奋 还是副交感神经兴奋 大部分人做出来 有可能百分之在80以上 都是交感神经太兴奋 哦... 那太兴奋 就是他处于 处在很紧张的状态 可能一早起床 就开始担心啊 呃... 上班人要知道啊 开会会有种 报告报告不好啦 对 嗯... 所以说现代人 基本上其实说实在的 从一睁开眼睛到晚上 甚至你眼要睡觉了 都还在处在 很高张的状况 嗯... 正在你很高张的时候 你还怕你自己没有精神 在干嘛 在拿咖啡来干嘛 提神 对 提高你的那个 交感的那种兴奋度 然后一杯不够咧 再两杯 而且我觉得像王医师提醒的哦 现在都有智慧型手机 只有王医师没有 那智慧型手机 因为上面实在太多讯息可以看了 像如果最近有个社会新闻 我看得我们血脉喷脏 我们是不是交感声音 就会往上拉 对 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哦 其实到了礼拜一 有时候他来看 曼西米社 他说 哎... 血压升高 他说昨天 昨天血压很高 心跳很快 你就问他说 昨天发生什么事 嗯... 其实阿嬷都最喜欢讲的 昨天哦 我要宝贝孙回来啊 宝贝孙回来吃饭啊 所以他就很兴奋 他血压就升高 是 那甚至前一阵子 有一个阿嬷担心 他的阿孙娜在美国的疫情 连续一个礼拜晚上 去挂肠根急诊 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就是因为 降血压 血压很高 对 因为我们交感神经 一兴奋之后 他的血压会飙高 而且这阿嬷一飙高 就是180 200 那180 200 我告诉你 家人就很担心 但很害怕之后的 就去送急诊 送急诊之后 医生就帮他留置观察 留置观察到处理之后 到了早上 好一点放他回去 他回去之后 他晚上又担心 又跟他的那个 北卡的孙女 又视讯 对就视讯 又看到说 哎呦你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的孙女跟他讲说 他那个宿舍里面 不能去上学嘛 他的室友都不戴口罩 那视讯还没看到 他其他的室友 就这样就要走来走去 所以阿嬷你说 这样敢不敢担心 真的耶 所以你说同样一个疫情 那基本上 他们外国人 就是这样子的 觉得无聊无聊 然后美国总统又要选举 又很担心 会不会有暴动 对 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自己 要去调整自己 常常会紧张的状况吧 可是我们常讲 从小到大 小时候要上学 要考试 长大要工作 哪里没压力 哪里怎么调试 所以常说 其实这个课题 每次当病人问我说 他智力神经是要怎么办 我说其实一个人 这一辈子 大概只有这一堂课 自我修炼的这堂课 你大概很难找得到老师 你要自己去面对 自己去调整 真的 所以在这一本 这个王建宇医师的新书 医生说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不过很多人一听到这边 就想说 那我病的真的很重 因为又不是大病 又不是一听到 感觉好像你快没命 可是怎么感觉 每天都好像奄奄一息 还是那种非常紧张焦虑 就觉得每天过得好像都很不平安 那没有关系 就是这一本书当中 王医师会告诉你 从头到脚 有可能 有可能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你要怎么样 去看哪一科之外 你要怎么样去调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了这本书发现 天哪 不是从头到脚吗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涵盖了各个器官 你说如果头部 头痛 偏头痛 头晕 晕眩 这太难治了 这个晕眩 或者是肩颈僵硬 什么紧绷 耳鼻喉咳 耳鸣 晕眩 鼻过敏 或是什么容易感冒 胸部 胸痛 呼吸困难 血压偏高 知识性低血压 内分泌 新陈代谢 像我这样 已经快45岁 我是不是就要面临那个什么 更年期 前期的一些症状 所以我就密切在关注 有时候好像睡得稍微不好 有点饿 我是手开始抖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现在是 自律神经失调 还是更年期前期的征兆 或是消化 泌尿 皮肤 精神状况 应该要怎么样去 注意自己 有没有 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那你如果长期的话 其实在书中 医生也告诉我们 不是吓你的 身心都会出现状况 对不对 对 其实常说的 其实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压力 压力其实结果之后 其实一般人 他会导致一个现象 就是会失眠 当你失眠之后 其实后续的问题 会更麻烦 会让你免疫力不好 会让你很多事情 处理的不好 甚至有可能让你 心情不好 导致忧郁 那其实刚才书伟 一开始就讲说 其实2020年 我常说这叫庚子年 庚子年本来就是一个 不好的年份 因为120年前 大家都知道 一和团事变 又叫庚子之乱 那今年因为这个 新冠的问题 其实是社会整体 都在处在 自律神经四条的状况 从年初的抢口罩 后来抢卫生纸 前一阵子抢疫苗 你不觉得大家都 对任何事情弄 无法让自己心情平静 那种群体恐慌的表现 就告诉你 今年真的是个 不平静的2020年 对 但没有关系 你看了王健宇 医师的这本新书 你内心会渐渐的平静 因为你会发现 你再不平静 你可能就要出大乱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很多的听众朋友 听到这里 应该觉得这一集 真的要好好的 来仔细聆听 医生说 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这个是 民生成安诊所 嘉一科的 王健宇副院长 他的最新著作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常常很累 很辛苦 然后心情不好 常常很焦躁 看到一个新闻 就整个压起来 然后赶快去找人家的脸书 去留言骂人家 如果你有这种迹象的话 小心也有可能是 自律神经失调 那这一本书当中 前面就有 勾选 这个让你看看 你是不是所谓的 自律神经失调的候选人 那自律神经 其实大家对他 会有一点点迷思 请问一下王健宇医师 自律神经失调 跟所谓的身心症有关吗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自律神经失调 他就是身心症的前状 前兆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 其实说真的 我会写这本书 最大的目的说 其实很多人 是因为他到后面的时候 他已经有恐慌症 他已经有焦虑症 所以他本身有一些 跟自体免疫疾病 有关的疾病的时候 其实他基本上 他的前身 在很早以前 他都有自律神经失调 结果你我每次看到 甲状腺肌能抗净的病人 你只要看到这个病人 是属于甲康的病人的话 你就知道 他这个病人的特色就是 动作快 讲话快 动作急 什么都急 他就属于漫不下来 那当然这个漫不下来 有跟他的人格特质有关 有跟他属于 焦虑神经过度兴奋有关 当然也跟他后面的 甲状腺肌能抗净有关 那因为这三个东西 会互为一个什么 恶性循环 所以甲状腺就是属于那种 脖子会变得比较粗 有些人会粗 有些人不粗 但是他的甲状腺的功能 是属于抗净 他是属于甲状腺肌能 过于抗净 那跟甲状腺肌能低下的 是不一样的 相反的 对 有 我很多工作同人伙伴 都是甲状 甲状蛮多的 对 因为其实这基本上 是在台湾 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讲说 如果你本身 如果有甲状的话 如果你目前的药物 控制得很好 表示你现在病情很稳定 可是如果当你发现 你怎么最近 一样吃半颗药 可是一样去抽血 你的甲状腺的指数 开始偏高 甚至可能要到家药了 其实就告诉你 你这段期间 你的自律神经 是在失调状况 只是他是以什么来表现 以你的甲状腺抗净 以你的甲状腺的指数来表现 所以这种病人 就是要提醒他说 从你知道你甲状腺抗净的那一天 你就要开始了解你自己 让自己的心情 能够平顺 看到很多事情 不要暴怒 我昨天在家 我看电影 看到最近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 在马路上面开车 很容易生气 叫怒怒症 怒怒症 在路上开车 看到别人怎样 就扒人家 然后被扒之后 就超车超到前面去 然后去跟他 所以话说 现在人真的是因为 很多压力太大 那塞车堵车 因为一个小点 会让事情搞到 在路上干嘛 可能取拳脚 可能就上中午的社会新闻 对真的 所以大家要练习修炼 像我一个女朋友 就常跟她老公说 不要在我平静的湖水湖面 开枪 你如果在我平静的湖水 开枪 你就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 要怎么过了 她都很平淡 老公听到就 打冷症 恐怖 跟她老婆已经修炼成这样 你看看 她也不是用那种暴怒 不要在我平静湖水开枪 谢谢 请问为什么她的老公 会在她的平静湖水上面 不是丢一颗小石头 激起那阵阵的涟漪 而且是开枪 你知道一开枪就是 驾起来 你就知道很可怕 所以自律神经失调 到底要看哪一课 其实自律神经失调 如果病人知道 她自己自律神经失调 我说 她要看家一科 一般内额科 身心科都可以 可是重点是 你能不能跟医生 谈这件事情 我常常讲 其实很多病人 其实 她不知道 她自己自律神经失调 她最常见 我在临床上面 最常说 很多病人 因为什么来看医生 胸门胸痛 医生 我健康十分 中区没头 心情有准 来看医生 那胸门胸痛 这个病征 你知道看任何科的医生 都会提起最高的警戒 去看心脏科 担心什么 心肌梗塞 再这样前一阵子 煮动脉脉 煮动脉玻璃 大队怕 那又担心什么 是不是这个女生 那个油烟稀多了 煮饭煮太多了 肺腺癌 所以病人 关一个胸门胸痛 她就可能搞到 看了很多科 当你发现 这个答案越没有 那是不是我得了其他 怪病 对 那等到跑了一圈 做完检查 什么都没事 可是问题是 她还在胸门胸痛 最后才跑来跟医生聊天 或是跟我都喜欢教病人 把你的医疗过程 写成A4子之后 后面医生会告诉你 你的问题 可能不是身体上的问题 你的器官原理上是正常的 你的问题就是 自律神经失调 这时候他就说 对啊 其中有个医生 也跟我这样讲过 可是我觉得我很好啊 我没有自律神经失调啊 我好得很啊 你就说 由此证明 你真的失调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 而且我们常常遇到就是 很多就是夫妻来看 就有问题 那个人坐在这个椅子 可是站在后面 那个男人呢 他都 医生讲什么 他都点头 都说对 他都知道 问题是 这个病人呢 他不太能够接受 他的病情 甚至最后 老公就会插话说 啊 王医师跟你讲的 我都跟你讲过啦 对啊 你就就是不相信啊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来 一定要这样走一趟啊 一定要去做过很多检查啊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 要是没有做过检查 我也没办法确定 你的老婆 没有其他方面 心脏的问题 肺部的问题啊 就是各个器官 要先去确认说 有没有问题 对 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说 那是不是 是自律神经的系统 是的 出现了状况 可是自律神经出问题 有药可以吃吗 基本上 他是有药可以吃的 他可以让你 自律神经比较平衡 哦 我们常说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 遇到什么case你知道 嗯 有那种学生要去考试 他的成绩不错 可是他之前一次 因为太紧张 临床表现不好 很怕这次又临床表现不好 怎么办 好再过来 有那种要去 刚好要去音乐 音乐考试 要去弹钢琴 拉小笛琴 准备很充分 但是心情很不踏实 很怕临时有状况 怎么办 嗯 这时候 在我们医生的范围 能够帮忙的情况下 可以让他 心情比较平静 能够表现出 平时应有的实力 没有办法让你超水准演出 我们医生没有 这也是神力耶 我们没有办法超水准 是让你该有的实力 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是让他 交感神经 比较不那么旺的意思吗 是的 那如果说很懒散那种 可以让他的 交感神经旺一点 其实刚才我提到说 我们在 在健康 那个员工健康检查 像我上个礼拜 就遇到一份报告 它上面报告 就是负交感神经 极度 就是旺盛 对 他交感很弱 所以他的 他的主数 他整个呈现一种 软趴趴的状态 他的 他的最后的诊断 叫做 慵懒中 持续慵懒中 持续慵懒中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因为他没有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提 那这可以帮他吗 这个 应该说这个人 他基本上 他属于已经到了那种 叫老生入定的境界 一说他在公司当中 不管周遭风波多大 不管长官如何给他鞭策 甚至上面如何开会怒骂他 他的心中 我告诉你 他都没有波澜 你那颗子弹 没有影响 甚至你丢个大炮进去 他依旧平静如水 这有时候也是好事 在某些情况下是好事 但是如果说你的枕边人 你每次跟他讲很多事情 他完全都没有反应的话 我告诉你你可能会气到 你的智力神经在标高十倍 需要在标高十倍 因为他完全用三步政策 不理你 不回答你 不管你 你说你怎么办 但是就这个人而言 他本身 他是可以活在自己 比较快乐的 那个环境空间当中 但是别人就会交感神经 不断的上升 然后当事人就副交感 一直呈现慵懒中 对 这可以帮忙吗 你说帮他不庸然吗 帮他比较稍微交感高一点点 基本上这有时候是跟个性问题 这个可能要去做一种叫生涯规划 他要找到他一些 让他想做的事情 有兴趣的事情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说在那个灵力支援部里面 要把一个人叫做适才适用 你要让他知道说 他可能做什么事情 他的内心的那个小宇宙 才会燃烧起来 才会激发 不然成形一种熄灭状态 所以到底是交感忘好 还是副交感忘好了 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 大部分都是交感成形比较忘 因为现在太多事情 太多资讯 让你处在心情 真的很不好 而且真的 2020年以外 你知道看到很多人 真的因病而走 或是因为其他事情 自杀而走 其实在任何人 心情不可能能够平静 所以如果我们从头到脚 头痛 什么心痛 心脏又不舒服 呼吸又呼不顺 然后常常觉得没有精神 每天都很慵懒 这也是有可能治愈神经失调 可是这样越讲越觉得 天哪那我到底是该怎么办 因为也有可能 他头痛 他有一种头痛 可是又检查不出 他头脑里面也没长瘤 也没有什么有的没的的东西 又常心悸或是常讲 他这样怎么办 我们等一下再帮你解决 好 等一下可以解决 因为听起来我都很焦虑了 想说 感觉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治标又治本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台北市民生承安诊所的 副院长王健宇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新书 医生说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刚刚王医师也告诉我们 自律神经失调的面向非常的广 举凡现代人的文明症状 大概跟自律神经都会有一些关系 那就是各个器官都要去 哪里痛去检查那个器官嘛 然后确定那个器官没有显而易见的问题之后 就回过头来 然后看看是不是自律神经的问题 那刚刚王医师有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是有药的 这很多人听到有药就安心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哪里出问题 然后都没有药就会很担心 所以你知道我的病人当中 有一种病人是他时间到就要来补药 他补药的目的不是说他今天要吃完了 是到他确定他的药的安全存量 是在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左右 所以当他安全存量如果不够的话 他就开始焦躁恐慌 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我们常说其实很多事情是 其实现代人大家都有压力 大家都有忙 可是他找到自己 解决自己这些事情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常说其实说这样的病人 我都说他是属于可爱的病人 甚至我来说他就属于那种模范生的病人 那他可以跟这个病干嘛 我们常讲和平共存 因为你说实在的 你要说你要完全不会这么起伏 你说实在来我们都很想平静 可是我说实在 老天爷不一定给我们平静 哪些地方要发生地震 哪些地方要发生天灾 甚至什么 哪些会发生事情 所以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没办法 我们也没办法说把这些事情 真的就当作充而不闻 那我们只能说在有状况的时候 如果让自己的心情 能够处在比较平衡的状态下 不要让他去干扰到 我们身体其他器官出现状况 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因为像如果从头到脚 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讲很久 例如说头痛 头晕 他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表征 其实头痛当中 其实我常讲 现代人最常见的两个头痛 一个叫压力性的头痛 那压力性的头痛最简单 就是你感觉像头上 有一个像带状的感觉 那这个带状最常见就像是 那种孙悟空的那个金箍咒 那那个基本上是 跟我们身体的解剖有关 因为我们头上有两条 那个所谓的肌肉束带 一个就是一个环状的 就是像孙悟空的金箍咒一样 那另外一条就是从前面的额头 到后面的那个后大枕骨 这个地方 那只要当你开始紧张 这个肌肉束开始一紧奔之后 你那个头痛的感觉 就像唐三丈念了那个 紧箍咒之后 就像孙悟空的头这样痛 就很痛 那其实这个就告诉你 你的头部的肌肉太紧奔 压力太大 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 你可以去做一些头部的按摩 你可以吃一些止痛药 加肌肉松弛剂 再配合一些B群 其实这问题是可以 当下就解决了 可是反过来 为什么你会有压力性的头痛呢 那重点是什么 压力 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压力 要去做适当的释放 我们当中 现代人最麻烦的地方是 他不知道如何找时间 找方式 去把压力去做释放 那当压力累积之后 有时候轻则就是 肢力神经失调 重则可能其他一些免疫力 造成的问题 那更严重的话 可能就去做一些怪事 所以去路上可能发生 有一些人就是去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来伤害别人 所以他说 现代人如何让自己心情 能够适当的压力 去做疏解 去把这些 能够有个管道 去慢慢消除掉 我觉得是我们 在现代人当中 你自己必须学会的 一个自己课题 对 那其实头痛 它真的有蛮对 有一种是这样很像是 就是 嗅嗅狗 嗅嗅狗 那个叫做偏头痛 其实这种偏头痛又比较特别 因为偏头痛基本上跟体质有关 那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不一定会有偏头痛 可是他后来真的体质会改变 其实刚才舒伟也提到说 真的过了一个年纪 每个人体质开始改变 那我只跟病人讲说 如果你真的是开始偏头痛之后 因为这个偏头痛 它的痛的特别的话 会让你非常害怕 因为那痛的感觉真的嗅嗅狗 那基本上如果经过神经内科 做过检查说 你就是偏头痛 那其实很简单 我都跟病人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 找到一组适合你偏头痛的药物 因为基本上偏头痛 我们的治疗方式 一开始头痛 一有感觉 甚至有些病人 有一些前照 会眼睛会看到什么 闪电或是一些东西的话 这时候赶快吃药 你在一天之内就解决 你不要等到说 已经痛到不能工作 痛到趁到下午再来看医生 那样子你要吃三天的药 才能够解决 其实说实在 你是让自己多痛苦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要了解 你有偏头痛的体质 什么时候情况下 会发出的时候 你要被适合你的药物 再过来 有一些雷不要去踩 我们常说 偏头痛的病人 有些食物就是不能吃 那其实病人说 你讲完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乳酪 起司 巧克力 柑橘 草莓 红酒 这种东西 基本上 你有时候想说 奇怪 那你就真的 你吃完之后就有问题 就告诉你 你要去避开这些的雷 那我们常说你要越了解越清楚 越避开这个雷 然后身上又有备药 说实在的 其实你一年 发出的次数可以少很多 那很多人一开始头痛的时候 他其实基本上是属于偏头痛 他基本上他都不知道他是偏头痛 他只是吃一般的止痛药 他可能就把一般的止痛药 去药局买来吃 可能一次吃一颗 后来吃一颗就好了 后来要吃到两颗 三颗 后来吃到八颗 后来可能连续吃了 两三天都没效 因为我们常说 在头痛这个范畴当中 我们医生的专业 就是要去判断 你是属于哪一种头痛 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头痛 吃那些简单的止痛药有效 可是如果你是属于偏头痛的话 吃一般的止痛药 它的效果会越吃越差 而且会让你 最后你可能会 偏头痛到什么程度 会到恶心啊 呕吐啊 完全无法工作 整个人就是躺在那边 真的是觉得 人生真的快失去光明了 所以药止痛药还有不同的 对 我们常说其实偏头痛 目前啊 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 有一些那种很特殊的 偏头的病人 它是属于那种 慢性长期偏头痛的病人 他如果去医学中心的话 有一种特殊的药可以吃 它叫预防性偏头痛的用药 那那个药是属于医学中心 神经内科医生所开的 专案药 因为这种病人很特别 我们偶尔会遇到 就要转转到医学中心 去做处理 明白 所以真的是要给专业的医生 而且书中 王医师也提醒我们 你如果有这一些持续的症状 例如说你的头痛 你要做记录 是好发在哪个位置 是每次都同一个位置 还是每次不同的 那什么时候会发作 还是每天发作 还是几点发作 我觉得这个对于医生 判断就会更清楚 因为其实现在 其实医病关系 有时候病人找的医生都太忙 那其实给病人的时间太少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其实病人本身要做功课 那基本上你越做越多功课 甚至很多病人来找家里科 找我的时候 他都会写两张A4 把他这两年来说的 整个医疗过程写清楚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病人 这是好病人 对没错 当他写的越清楚 我们看的越仔细 其实我们会给病人 更很大的方向说 他其实写完就告诉他说 他就真的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该看的科 全部都看过了 他该做的检查 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病人还问说 需要做检查吗 我说不用做检查 他说为什么 我说病人都做完了 你要做干嘛 那我想起我一个朋友的妈妈 他最近我朋友疲于 每个礼拜在工作之余 要带妈妈去看医生 然后他妈妈是痛 就是他觉得好像背还是哪里痛 可是去检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科别 就不知道哪里痛 就找不出哪里痛 所以你知道我朋友说 他都自己都快忧郁症了 基本上在老年家当中 这种所谓的长期慢性的病痛 其实在手上的病人也蛮多的 那基本上他需要看的科别 如果说真的都看过这些古外科啊 神经科都没有的话 基本上有时候 或许这个老人家 有某些是属于有轻度忧郁的倾向 或是说他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 这时候就是要一起整理 把这些问题共同处理 因为你知道那种疼痛这个问题 你不是当事者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常说痛这个东西 真的 尤其是你夜深人静 你睡不着觉又疼痛 我说实在你那个情绪是让你很难去 真的隔壁人都睡到打呼 而你是却痛到睡不着 其实那个心情的低落 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 所以说说在临床上面遇到这样的病人 你要解决他疼痛的问题 可以靠药物 睡眠的问题可以靠药物 但是基本上他还有一些情绪本身的问题 要一起去处理 明白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的社会 需要有一些那种老人科 或是综合科或是家医科的医生来统整这个病人 否则说实在的 这样家属这个科也看 那个科也看 医院也跑 医学中也跑 说实在的 你这样跑下去 有时候病人的病情没有恶化 可能家属的心情却变得非常的恶化 是因为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是痛源从哪里来 那那种感觉是感觉越看越觉得 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下去的感觉 但他重点是病人还是这样病痛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常遇到 其实很多病人当他有病痛 就看很多专科医生 看完专科医生之后 专科医生跟他讲 你没问题 问题是没问题之后 病人还是在病痛 而且专科医生 他没办法告诉你说 你的问题要去看哪一科 他只能告诉我这科 我这科没问题 但你的问题 基本上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所以这时候病人会处在一个什么 无助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 我当医生当中 很多病人在外面绕了 已经绕了左三圈 也准备绕右三圈的时候 你之后 当他进来看到他那种 家属跟病人 无助的表情 对 会觉得说真的 那个过程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你不是当时的话 你不知道那整个医疗的过程 而且现在到了年底 有时候健保卡一插卡 你看这个病人 明明不到40岁 他健保卡已经用了五六十格 那你就可以想象中 他这一年当中 他看了五六十次的病 他那五六十次的病 他花的时间 就要花掉多少 对 那他内心一定非常的焦虑 然后非常的不安 那包括了肠胃 肠胃如果爱作怪 有可能是自律神经没有顾好 或者是像你贫尿 急尿 或是尿不出来 也都有可能 是自律神经的问题 是的 我常说我最近 女性泌尿到感染的病人 我这几年来特别多 甚至很多病人尿入感染 如果一年超过三次之后 我都给他取一个疾病 叫做他变成尿尿恐惧症 他对尿尿这件事情会产生害怕 因为他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尿不干净 是不是我怎样 就是很容易让自己觉得说 一不小心又会尿入感染 就是他整个变成生理跟心理 处在一个很极度 就是动不动 就会想咨询医生 动不动就会跑来医院 验尿说 我是不是又尿入感染 那我就跟他说 其实基本上你验尿是正常的 你不要那么担心 你不要 只是因为昨天出去 在雪睡稍微塞个车 就开始觉得 自己又开始尿入感染了 因为像这种 经常觉得贫尿 或是经常反复感染的 他就会出现 后遗症变成他不敢出门 对 或是他就减少社交 对 那他影响的范围 就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我们常说 其实我们加一颗针 在治疗很多病人 他是生理上的疾病的时候 其实你要考虑他的心理层面 然后甚至有时候 有一些人 他本来可能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这些问题 到后来到老的时候 才有问题 他其实出现一个 比较有趣的状况是 因为他们家 开始用免治马桶 老人家会觉得 过度清洗那种 外音部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 我都跟病人讲说 免治马桶是个好东西 但是你要懂得使用 不要过度清洁外音部 或者你把很多 尤其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 他本身 那个保护层 比较没那么多 那前面如果说 清洗太大力的话 会把保护层给冲掉 甚至会造成黏膜的受损 反而会引起一些 尿路不顺的症状 是 好 所以其实真的是 这本书 医生说你根本就没病 王建宇医师的最新著作 里头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症状 各个部位可能会有的那种症状 或是你觉得 哇已经困扰你很久了 那你就可以从中去寻找一些方法 然后最重要是 你自己要有自觉 你自己要有自觉 你要有警觉 不然的话就会 每天在一个 循环忧虑焦虑跟疼痛当中 但是找不到结果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医生说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今天现场是 民生长安诊所的 王建宇副院长 那王医师 你觉得这本书 适合给谁来阅读 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吧 我觉得啦 如果说你 心情有时候 真的很容易起伏 很容易焦躁 那这块其实现在人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报纸或媒体啦 大家都觉得 那些都太负面 都不喜欢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 耐下心来 把我的书稍微看一遍 把自己的情绪 稍微整理一下 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应该对你 往后的人生的方向 跟目标 会有一些帮助啦 那之外 等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觉你周遭的人 有很多人跟你一样 有类似的 可能你的闺蜜 也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 把书给他看 看完之后 跟他适时的讨论 我觉得对他应该也会有帮助 因为在书中 其实有提到睡眠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提到 自体免疫力的疾病 像自体免疫力的疾病 什么红斑性狼藏 肋风湿性关节炎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本来以为说 这些自体免疫的疾病 都是因为可能是体质或遗传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年龄四五十岁 他才有自体免疫的问题 是的 那他这个不一定是跟遗传有关 有些跟遗传有关 像如果是像那个僵直性脊椎炎 跟遗传的关系很大 但是就算跟遗传有关 为什么有人早发病 有人晚发病 基本上还是跟你的免疫力有关 那跟免疫力有关的话 又会跟我在书上里面提到 你的睡眠充不充足 你的自律神经平不平衡 我们常说我们身体 如果你都处在好的状况下 就算你有不好的基因 就算你有高血压的基因 你有这些基因的话 你也可能比你父母亲 晚个十年发作 可是如果说你本身 自己没有调养好 自己处在高张压力 又睡眠不好 又其他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提早发病 就什么是现代人 我们手上常看到 二三十岁 血压就偏高 三四十岁就三高 那就表示说 其实现代人 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心灵 是 而且在书中有提醒我们 你的生活习惯 跟你的身心平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所有的疾病当中 当然就是跟你 有没有控制你的一些饮食 这也是有关系 可是我发现书中医生 也要一再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的心情 如何让自己的心情 得到一个比较舒服 而且比较身心安顿的状态 这个里面 也提醒我们 所以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 应该我们内心会找到说 我有可能是因为什么 而导致我如何如何 那这样就是有所获得 然后调整 那该找专业医生 而且是医病关系 很好的医生 因为每个人也是有时候 有缘分嘛 对 对对 像我跟王医生很有缘分 那我跟他找他看病 我就觉得病好了一半 对 那有的人看到这医生 就说我病更加剧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 对 所以我常说先行严助然后 找一个可以跟你聊天 可以沟通的医生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是好的 本书教我们自我检测 找出真实的病因 对症下药跟长久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病 说拜拜了 这个是王健宇医师的医生说 你根本就没病 只是自律神经失调 分享给大家